他就要喝酒的一口飆麵 超級專心驚訝 然後這個書店到今天已經跨越十三年了 中民都過三次 那很歡迎今天可以大家來到這裡 半月的演講今天也算跨越639年 所以這也算是一千 好 那這個639場的今天 今天我先討厭結束的意義 我自己是一人 但是我說我沒有辦法用很好的 感到用很好的 後書用很好的書冠 還是用很好的書刻 來看我的後書 所以反而是一種異鄉人 他是中華人 到底是什麼 都不可以說 中華人是 他拿到領域 可以看到不一樣的 才會把他唱來文靈 今天講的有一個目標 厚手剩四分而已 不太多 今天很討厭 一堂上有一個目標 待會大家可以展示一下 他叫做文靈 有大家 聽說他最近還有一個目標 在打這個公仔廟 核電廠的地方 來講廟 希望他有一個目標 他就不太讚 那 我是有 有拿到領域的人 都一樣的心得 攝影機的 這個 所謂的 相機眼 可以看到不一樣的世界 可以看到一種價格 這價格一樣 有可能是消息 有可能一定剛才要消息 有可能會變成一種 所以 他這個相機看到 穿透過去 我們看不到的 穿透未來 我們要失去的 所以 我相信這是 他博權 生相機的 一種結束的 人生結束的意義 啊 尤其 七十三年初 一九八四年 這個 我在這裡都可以開始發動 這個標示 現在一山比一山那麼高 那 我們這種 超過三十歲 一定這個社會 沒什麼路線 剩這幾次 那 以來的世界 這是真的來的 很久 那個 七十年次來 開始在變成 我相信 看到他的社會 也可以顛覆到過去 你怎麼看待他的 社會 你怎麼看待他的 不管是在賣肉 那個 地點 還是說 看到他 有很多 小故事 我相信 他 有看到很多 我相信 等一下 我們可以 透過一間一間 然後 他一句一句 和大家一句 我們可以理解到 他 看起來 這個時代的 一定不是 我們以前的時刻 野草莓 我相信 他在過去的野草莓 有更多野 有更強 所以 這是一個 很趣 當然 裡面有很多 一定消失去 比如說 我們台西的地方 我們以前 一人做的去台西 做一把 反六青的地方 他會把我們 反六青的館長創掉 所以 這也 沒數了 所以 這 印證到他的 鏡頭下 有可能 他最近才行 但是 也有可能 沒有在便利書 有可能 他頂了一年行 我們會知道 我們的時代 在變化 這麼快 很人生 所以我相信 他有不一樣的感受 所以七十三年一家 他就聽說 我會分辯 講完 所以 所以 福音廚 就能等到 電路 我們這裡有 一位 這位 嘉義人 聽說 你有想要 表政府的按摩 要找他 你找我 你找我 這一定表不得了 我表不得了 是 我們一些社區 也有很多人知道 所以我覺得 看到才 不錯 我是不要再討人 他一直說 是要討人家 但是看起來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可能是 笑話在頭前 好 這樣就 我們一個感謝好不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剛剛余大哥講的 其實那本書裡面 已經兩個東西不見了 一個是 台西國中那個 柯壁畫 另外一個是 胡威天橋 在那個 納利大公的時候 被衝斷了 所以我覺得 就很多東西 如果不趕快去拍的話 可能 明天會不見 或是 裡面的人都會過世人人 所以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拿起相機拍 自己身邊的 家鄉 或是 親人等等 這樣子 那我 我今天 大家會從那個 就是我過去的生命 歷史來分享 就是我為什麼會走到雲林去拍攝 這樣子 然後前面 我在裡面 書裡面寫了一段話來代表我自己 叫做 都市長大卻偏愛田野 膽小害怕卻勇於冒險 資訊背景卻喜愛人文 印度漂流卻不是台灣 走進雲林才看見大家 就是大概這幾句話 可以代表我過去 這幾年的生命經驗這樣子 然後我的 我的 剛剛跟大家說 我是彰化人 然後大學念的是 成大 然後 因為我的攝影師跟著我的旅行 一直在前進 這樣子 所以 就是會從旅行的部分開始介紹 就是我第一次 自負旅行是去德國 然後 第二次去雲南 雲南四川 然後 研究所 去了希臘 然後後來去了印度 然後後來在台東當兵 然後我 就是 當萬兵之後就開始工作 開始工作的時候 就把那時候印度出的 照片跟文字 就是整理成一本小書 然後 也是自己獨立出版這樣子 就是自己找印刷廠 然後自己找地方賣 然後後來 這本書 因為有被一位 黃大哥看到 然後他就推薦給那個 林仙縣長 然後他就覺得 不錯 所以就找我來拍雲林這樣子 所以我大概 是從去年一月一直拍一拍 拍到今年的三月左右 然後我的工作是到去年九月 就剛好結束 因為我是那個月聘 剛好一年結束 因為工程師也做得沒有很好 所以就變成現在的流浪作家這樣子 所以後來拍到三月就開始整理照片跟文字 然後後來七月的時候把它出版 然後 就中間有拿一些攝影的獎項 像高雄的獎項這樣子 然後後來這本書有拿到那個 美國國際攝影獎的 飛鑽葉類的 書籍類的 計時類的 榮譽獎這樣子 所以就算是一個 還不錯的肯定模式 然後我的拍照是從旅行開始 我前面大概會花十幾分鐘 二十分鐘 就介紹過去幾次旅行 然後跟這中間我旅行 不同的意義的轉變 跟攝影的角度這樣子 然後 這是我第一次去德國 就是對我來說是第一次出國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很新鮮的 所以後來我回去整理照片之後 就發現我那時候拍了這部 非常多這種紀念性的照片 就是 對啦 就是跟大家一樣 就是會到一個很新鮮的地方 跟朋友在那個地方留下額照 所以 這是我們一起去的朋友們 然後 像在路邊 額照 然後 在那個宿舍裡面 的額照 就是很年輕的 好像是瑞士的 18歲 19歲 就開始旅行 所以那時候我的照片都是這樣 就是很 很好笑 就是記得 明信片都會很興奮的 想要留上照片 這樣 所以那時候看了非常多 不一樣的文化 不一樣的建築 像這是慕尼黑的馬力恩廣場 然後 在那個黃宮裡面的小房間這樣子 然後 在柏林的那個威廉教堂 上面就是被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被炸彈炸毀 但是他們沒有打算修復 就留著這樣的狀態 然後可以提醒自己過去的一趟歷史這樣子 然後柏林的國務管島 然後 就是他們有一整個島 上面全部都博物管 然後他們就會有 在上面 在草坪 曬太陽 吃午餐等等 然後 那個 萊茵河附近的 房子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這些 都會覺得很有趣 很興奮 因為這次都沒看過的東西 就會想要用相機 把它拍下來 然後 信片和寶是 就是那一趟我 最 最重要的目標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看 去了這個地方 描派的這個照片 我就覺得我可以回家 就是 目標已經達到可以回家了這樣子 所以 那時候 德國的照片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種 對外在文化的憧憬跟嚮往 然後用這些照片來證明說 我也看過這些東西 就像沒看過的人 沒吃過的東西 像主角 或是 其實像外國的小朋友 每個看起來都像洋娃娃 所以我想要拍下來 拍下來合照 所以那時候的攝影 跟旅行 是這個狀態 然後 後來我去了雲南跟四川 就是我是從昆明這邊飛進去 然後走到這邊 是那個 中殿 香格里達那邊 然後西藏就在這邊 然後後來從成都這邊回去 然後那時候我們走的是非常 克難的背包 克路線 就是 要跟大家分享這個地方是 那個羽峰村 他是在那個美里雪山的 山腳下的一個村莊 那美里雪山是當地藏民的聖山 就心目中很神聖的一座山這樣子 然後通常你只能 都是前一天住在飛萊寺 然後隔天坐那個小包車去溫泉村 然後到那個地方之後 你就沒辦法再開車 就只能下車又走了 然後溫泉村 2500公尺高 然後我們要翻越一個 山頭 就是到牙峰那邊 3700 然後到再下來 到上宇峰村 3200 所以我們大概 就是 上去再下來 1000多公尺 然後要走六個小時的路 進去那個小村莊 所以這種地方 就是一般觀光客不會去 因為他們 都很懶惰 就是背包客才會走這種路線 所以那時候就看到那麼多 這個就是 那個 上傳佛教的東西 這個封罵棋 然後它有不同的顏色 然後有 那個 白色是那個 消災 然後其餘 各種的色彩都請求世界合併 對 上面都是他們的經文 然後我們就覺得風吹動也是那個金斑 只有那種祝福 的意思 然後我們那時候住的就是在 它整個 整個 呃 差不多 在這個山頭這邊 然後這邊很大的冰川 然後我們住在這下面的 小村莊 這就是 下雨風村 就是比較下面 然後中間就隔著一條河 就是上雨風村 然後下雨風村 就很簡單是結婦人家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去那邊的旅行的感覺有點像是 二三十年前的台灣 在象村的二三十年前的台灣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 就旅行非常舒服 然後那邊也非常的 純粹乾淨這樣子 不會像觀光區很吵鬧 然後 然後 因為每個背包客都是跟你一樣走 六個小時的山路進去 所以大家都是 就是非常好溝通 然後 就是感情非常好這樣子 這個是那時候遇到一個日本人 然後他就是一個 藝術家 然後他每次都 就是 就是 大概就是大腳架 然後擠四圈DV帶 跟台TV 他衣服大概很少這樣進去 然後拍了很多東西 所以那時候看到的都是非常 對啊 純粹簡單的東西 就是民宿主人幫到小朋友寫照 就是 對啊 像這種也很難看到了 在 陽光下 然後在臉盆裡面寫照 然後那時候 其實雲南的照片 對我來說是 就是 攝影在旅行中扮演的角色 沒有那麼重要 就是我比較享受在旅行的部分 然後 比較用心在旅行 然後 單攝影 就可能 技術不太好 或是相比不太好 所以有很多東西都是 就是 後面有很多故事 但是照片沒有很好這樣子 然後 後來去 07年 我就去了一趟希臘 這個旅行就跟 前面的雲南市場 有非常大的 對比 因為 希臘那邊 就是因為很漂亮 所以 就一直拍照一直拍照 然後 Sentorini 這個地方 就是在整個愛情海上的一個島嶼 然後那邊就是很著名的光光森林 大家都會去那邊 然後那邊就有很多的藍色白色的建築物 像這種旅館 或是這種 藍頂的教堂 白色棕樓等等 然後我們每天看到就是這樣 很明信片的風景 然後 對啊 就每天 就是 反正就一個很適合拍照的地方 所以那時候拍了非常非常多照片 這就是那個整個民宿沿著山坡蓋起來的樣子 然後這個民宿 就是因為那個國度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你從 這間民宿踏出去 就是下一間民宿的屋頂這樣 然後 地址很難照 都要靠那個指標才找得到 所以 像這個只是一個民宿的大門 對啊 都可以 這麼的漂亮 然後屋頂上的 刀咪啊 船啊 一些 百事物 然後像只是一個簡單的桌子跟椅子 就可以 非常漂亮 然後 依亞是一個 一個港灣 然後那邊就是一個很著名的 看 夕陽的地方 就是比較少看到那個 粉紅色的教堂 然後 愛情海跟 就是 呃 大家都會跑到這邊看夕陽 就是差不多快傍晚的時候 這邊全部的街道都會佔滿人 所以你就會看到 愛情海上的 很漂亮的 很古典的帆船 對啊 那邊什麼東西都很漂亮 就像船也是這樣 不會像我們台灣的船 可能是那樣 排法 所以你看他們的船都是這種 對啊 就每個都很漂亮 所以那時候 我去了希臘 去了十五天 但是我拍了 六千多張照片 就是 差不多看一個 看一個夕陽 可能會拍兩三百張 這樣子 反正就很誇張 一直在 一直在換鏡頭啊 一直在構圖 幹嘛幹嘛 所以後來 回來之後 我就覺得 一陣空虛 就是 照片 電腦裡面有一大堆很漂亮的照片 但是我心裡面什麼都沒有 所以 我就在想 因為過去幾趟旅行 從德國到雲南四川 再到 希臘 這些都是自助旅行 然後有一些旅行的經驗 然後就在想說 我的自助旅行的方式 是不是 只是這樣 就是像可能去玩希臘 可能會想要去義大利 來去法國 去哪裡這樣子 然後這個好像變成一個 無窮的鬼圈 就是 就是 把那個點 消失掉這樣子 就是 它有點像 就是每天會寄進你 信箱的E-mail 跟你說 這個地方很漂亮 你要不要去 你去過之後 就很像把那東西讀完 但是這種事情是一直 無窮的 圈下去 所以在想說 我的旅行方式 是不是只是一個 漂亮景點 換過另外一個 漂亮的景點 所以那時候 後來回來之後 我就想說 我要換另外一種 方式旅行 就是 我希望可以在一個地方 待一段時間 然後在那邊生活 跟當地人 融入這樣子 所以後來 08年 我就去了印度 我是透過一個 iSEC 自動交換計畫去的 iSEC 就是 它中文叫做 國際經濟商館學生會 它在 台灣的 十五間大選裡面 有這個社館 然後你就可以去參加他們 然後就是 考一個英文的檢定 然後有過那個 Label之後 然後在面試 就可以有那個 資格上那個 自動交換平台 它有點像 那104的 履歷這樣子 你就看到有 興趣的機會 就去丟 它就是OK 所以我那時候 就是去印度這個 跟著一個很小的 基金會 去服務 他們的基金會 就只有三個人 然後在一些 平民部 裡面做一些衛教 或是醫療的事情這樣子 這個就是 那時候跟他們 進去看的 工作的 拍照片 這就是那邊的 房子 就蓋在一個廣場上 然後 還有 有樓梯 要爬下去這樣 然後這是他們的 市值 就差不多下午的時候 也會 聚集到這邊 然後地上都是泥土 都會瀑布的一片 就印度空氣 沒有很好 然後他們在 平民部裡面 就是弄一些這樣的 小的教室 可能大概 差不多這樣一半 大大 然後照顧那邊的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 沒有錢上學 所以他們就找 那些 沒有錢上學的小朋友 到這邊 然後就教他們簡單的 英文跟數學 這樣子 這就是那邊的小朋友 就每個眼睛都很漂亮 他都對外面的事情都很好奇 然後這就是他們 上完課之後吃的便當 有一些是家長準備 有一些是基金會幫他們準備 像這個 一盒一盒 就是那個 家長自己準備 然後像這個 小小的碗 然後裡面一個 好像有點像 粥的東西 就是基金會幫他們準備的 所以那時候 我就寫了一段話 就說 誰來定義滿足 就是 因為這樣的東西 對我們來說 可能是 很窮酸 可能吃不太飽的東西 但是 對他們來說 可能是很公勝的一部 五三這樣子 然後我們那邊會辦一些 就是 像到一個禮拜的 衛教的課程 就是 比如說 教他們怎麼用最少的錢 準備出營養成分 最豐富的食物 這樣子 啊下面就是 當一個婦女 都穿很多顏色的那個沙裏 就是 一整的時候 就是 剛剛那個就是 基金會的老闆 他也是醫生 然後這是他的先生 後面是他的兒子 然後 那時候 一整的時候 我就在 外面 用那個廣告的傳單 摺了一隻 紫青蛙 給他們玩 那時候 滿開心的是 因為 因為他們 他們不會講英語 我也不會說當地的語言 所以我們就是 透過聖地語言 這樣運動 就摺紫青蛙 然後示範給他們玩 他就看到很開心 就把他拿走了 好不好 不知道跑哪裏 就回來 又變成一張拼的紙 再摺一次給他 只要弄了好幾次 所以後來就 對啊 就留下這樣的照片 然後印度這個地方 很妙就是 這是馬拉納西 就是他們 橫河邊的一個城市 就是他們 印度教 他們心目中最神聖的城市 橫河也是他們心目中最神聖的道路 所以那邊 你就可以看到 所有的事情在那邊發生 就是生老病死 吃喝拉沙 全部都會看到 所以像 這都在同一條河 這樣洗澡啊 後面有刷牙的 然後洗牛的 然後燒屍體的 全部都在同一條河上 這個是他們那邊的火葬場 然後24小時都一直在燒屍體這樣子 就是搭一個 很像營火的 然後下面是比較粗的木頭 上面越來越細 人放在最上面 那屍體就補一些布 然後有灑一些粉什麼的 就是因為他們印度教 就是最後就是 他們畢生的願望 就是可以希望可以死在這個 彈跳的旁邊 所以 就每天早上可以看到的一些 洗澡的畫面 所以那時候 去印度啊 就是因為 志工的身份 所以可以深入很多當地的地方 像平民屋那種地方 就一般我們不會去 就可能只有工作 然後 就像從 就從家裡這邊 要住一個小時的公車 然後去很遠的地方 也不知道在哪裏 然後那時候做公車 就很怕被綁架 這樣子 就是基金會的人 不知道會去哪裡 然後因為攝影 就看這些 他們最真實的生活 然後 他這個組織很妙 就是他 要你出國是要兩個月以上 然後 他就是要你經歷那個 中間會有一段很痛苦的過程 就是 可能在 在印度 然後在一個小的地方 然後你生病了 沒有人照顧 很想要回家 但是沒辦法 跟那種過程 對 就是他一定要讓你經歷那個過程 然後你才會在這個旅行中成長 然後最重要的是 這個是我們當地 當地ISAC服務 在那邊服務的志工 然後像這個是 波蘭人 然後法國人 然後這是法西人 中國人 這是美國人 那時候我們有各式各樣的志工 然後我們常常會在一起吃飯或聊天 然後 我就發現說 我自己對台灣這塊土地很不認識 就是他們 他們就說 你們國家有什麼 你們國家有什麼 他們就可以介紹很多他們自己國家的東西 但是那時候我發現我自己對台灣這塊土地是很不認識 好像只有101可以介紹給他們不認識 這樣子 所以後來就覺得自己對台灣這塊土地非常的順利 然後後來10年在台東當兵 然後我家在彰化嘛 所以 因為坐火車要坐5個多小時 所以我都是放假的時候都沒有回家 然後在那邊的民宿打工具叫這樣子 然後這是那個 林宿一家蠻有名的 台東 蠻有名的 叫 就是他們 林宿養了5隻的貓 所以 蠻有名的 然後這個是一個創作者在他們家畫的作品 另外就是有人在家 或是動在教堂 所以在這邊打工過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在台東遇見了非常多不一樣的人 就是因為過去我的 呃 我念的就是職工嘛 就是一個工程師 然後面對的都是電腦 所以很少接觸這些不同的人 像開咖啡店的 開 做手喉子的 開書店的 還什麼的 那時候我才發現說 我們的 呃 在這個世界上的生存方式可以有很多種這樣子 不會像我過去的觀念可能 練職工出來一定當工程師 然後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 遇見了一些創作者 像這個發財率 或是 前面這個番茄 他們都是有出一些 明信片或是繪本 然後就是自己印在 在一些民宿寄本來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才知道說 原來可以用這個方式去 讓自己的作品被看見 所以 後來我就把 印度的原字跟照片整理出來 就一點不敢講述 然後再一些 不變地脈這樣子 然後中間當然經過了非常多的 呃 挑選照片的過程 因為要從 呃 四千多張裡面照片 跟每天寫的日記 六十二篇 然後要把它跳跳跳跳跳到最精華 然後 文字要把它濃縮成四篇文字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對 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會一直回去整理 你那一段旅行中的 詭異或是那時候的心情 然後你才知道那時候 呃 你到底是在什麼樣的狀態下 這樣子 所以後來就變成這樣一本簡單的小書 就是 呃 一個照片跟簡單的資料 這個是 呃 大公車的時候 拍的 就是印度的地上都是一堆泥土啊 然後 撲報紙啊 那個 然後 這是做資源回收的父母 然後 他們的村莊的樣子 然後 恩赫每天的 每天的生活啊 有曬衣服啊 洗衣服啊 有洗澡什麼的 然後 那邊的小天啊 然後 這個是我看到 呃 那時候在路上走的時候 看到就覺得非常激烈 為什麼他可以 就是大大的躺在一個廣場上 因為像台灣的街友 我們都需要 就他們會需要那種 以身的安全感 所以他們都會靠著 柱子或是牆壁嘛 或是就是說 會縮在假路啊 但是他就不用可以 躺在 肚上 就非常驚訝 所以我就那時候就把 就把他拍下來 然後 這個也有放進書裡面 所以 然後我 會放這些照片 是因為我覺得這些 真實的面包 像前面那個 收 垃圾的村莊 然後是像這個東西 都是 非常真實的生活 因為很多人 很多人去印度 帶回來給大家看的照片 都是非常 非常陽光 非常色彩斑斑 就是很多顏色的照片這樣子 但是我拍了非常多這種 他們真實生活的樣貌 因為我覺得這些都是要 就是我們必須去面對的 就是這些照片 對大家來處 可能是比較負面 或是比較陰暗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些東西 非常重要 你如果不去面對它 就其他那些正面陽光的東西 沒辦法顯現出來這樣子 謝謝 謝謝